杨澄霖听到王子还是会好热 一二三 杨澄霖今天扮邱比特宣传录剧一见不钟情 但道具呈现一种事后不理的状态 张勋杰剧中饰演暗恋他的大哥哥 遭众人起哄播伴 七一下七一下 在一番拉锯战之后终于得逞 但只不过借位做做样子而已 澄霖都激进崩溃 我刚才想要放电 我马上自己都内心是狂笑 这位杰哥被打枪打得快成为蜂窝了 交友原则很硬的陈琳也透露 他不可能会走上相亲结婚这一路 如果说今天他说我们一起吃饭 但我们的朋友我本来跟他约了 可是他没地方去就很自然这种 可不可以来 那我可能那天就还OK的话 就好那一起来就可以 但如果他说我有个朋友想要认识你 我就不信 但更不行的应该是被戳中核心 问到真感情吧 他和绯闻对象王子今年明明分手了 却被一周刊直击死灰复燃啊 怎么老是被开头还是同一个人啊 就是朋友啊 朋友害怕 我帮你cue 我帮你cue别人 就是朋友 朋友啊 值得当朋友的人 就是可以继续当朋友啊 但是还有感情吗 还是说 但是说还能当朋友 不好人啊 耶 苹果与浪爱 和最后还得跟记者撒娇带过呢 不倒 我帮你